在周五召开了会议 宣布将近期在非洲南部 传播的新变种毒株B11529 一度被称作是New的变种病毒 现在已经正式命名为了Omicron 列为了高度关注的变异株 世卫表示Omicron带有大量的突变 初步证据显示 和其他高关注注的变异株相比 这种变种毒株 引发再次感染的几率比较高 可能对疫情带来不利的影响 世卫对于新冠变异株的命名 是以希腊字母为准 而先前传出可能被命名为 希腊文第13个字母New 但是最后没有成真 而是选择了第15个字母 Omicron为最后的命名